我開始接觸antm mini系列的導播機 大概已經超過兩年了 從我第一台的amp mini 這一支最 陽春的這個導播機開始 到這個antm mini pro這一款導播機 我已經發現說 其實啊antm mini的系列的導播機 都存在的一些 小缺點 那我們這一集的節目就要告訴你說 你在買這個antm mini 系列的這個導播機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的一些小細節 雖然antm mini系列的導播機 有一些小缺失 但是我仍然建議你還是買antm mini系列導播機 當成你的入門款的這個導播機開始 為什麼呢主要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antm mini的這個系列的導播機的 討論是非常的熱烈的 當你使用這個機器有遇到任何的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馬上在這個 臉書的社團獲得解答 因為這個 流量太大了 你當你一發問馬上就有人會回覆你 好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你想想看 就算這個本來magic這麼大的品牌 做出來的導播機都有一些小缺失 那你更不要想說那些 雜牌的小廠商 他們做出來的導播機 那些導播機 可能有一些缺失 但我不能講說一定有啦 可能是沒有被發現 因為使用的人少 流動性太少了 沒有人發現 所以你會不知道說原來有這個缺失 那你使用antm mini的系列導播機 因為 用人太多了 該發現的缺點早就被發現了 好 所以我們這一集的節目就要告訴你說 你在買這個antm mini的 系列的導播機的時候 請你要有些心理準備 有 幾件缺失 那你在買之前你先看完這影片之後 你在下手要有心理準備 首先第1個缺失就是說 這個antm mini 或者antm mini pro 他有4錄的這個HDMI的輸入 好那其中啊 這個HDMI1的地方你要特別注意 這個HDMI1的地方你很容易發現 你接的這個視訊 會是產生這個粉紅色的畫面 那這時候啊你要怎麼辦 要怎麼解決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將HDMI的訊號拔掉 再插入 這樣就正常了 當然啦你可以一開始就插入channel 234 這樣也沒有問題 正常的 把聲音打開來 嗨 現在聲音也是正常 畫面都是正常 那你就不要接channel1啊 你就接channel234 這樣就可以搞定了 那是因為啊 聽說這個antm mini的這個 HDMI1的地方他是要主宰著說 你輸出的解析度是要多少 就是會跟這個HDMI1是做一個聯動的 所以HDMI1的地方 他吃的訊號他有比較多的限制條件 比如說我們公司有出一款這個 羅技攝影機轉HDMI的轉換器 他在這個HDMI1的地方 他也是會出現這個粉紅色的畫面 那沒關係嘛那我就接234就可以了 那1的話 你硬要接1也沒關係 都你弄完之後再熱插把一次 這樣子 好但是不見得每一款攝影機都可以這樣熱插把 就會恢復正常 所以 Anton mini Pro HDMI1的地方特別注意 第二件事情就是他的 聲音的問題 Anton mini的HDMI 1234 有可能會出現唐老鴨的聲音 我就舉個例子啊 我們還是說那個羅技的攝影機轉HDMI的那個作為例子 我們公司做出來的東西啊不管你在HDMI1234 他的聲音都是正常的 現在的聲音是來自於麥克風 這一支的麥克風 可是啊你今天 可能買到那個雜牌的這個 這個USB Webcam轉HDMI的轉換器的時候 哇你會發現 他的聲音就是一個唐老鴨的聲音 Anton mini系列的 導播機啊對於這個HDMI的聲音非常的敏感 那我舉例來說好了比如說這是 大陸某 USB攝影機轉HDMI的 轉換器 他們啊只有測試什么OBS BOT TINI的攝影機 其他的什么羅技他們都沒有測試 好啊我現在實際demo什麼叫做唐老鴨聲音 把這個東西 連接這個羅技的bluio 4k 的webcam 然後連接電源下去 然後大概數個12秒左右 好一下我們聽到聲音 下一聽聲音是不是唐老鴨的聲音 是不是唐老鴨聲音唐老鴨唐老鴨唐老鴨 唐老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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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這也是因為他的HDMI的輸入的 聲音有特別的要求啊 所以這個聲音也要特別注意 第三點就是說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ANTE MINI 他的 他有一款HDMI輸出 那這HDMI輸出 他就只有 他就只有那個 以ANTE MINI來說 他就只有 PGM的模式 就是說 乾乾淨淨的畫面 那以ANTE MINI PRO來說 他的HDMI輸出你可以選擇 這個PGM或者是MatiView 那請注意哦 他的PGM或者是MatiView 在同一個時間也值得二折一 就是要把你選PGM要把你選MatiView 這樣子 好那有些導播機嗎他是同時可以輸出PGM的MatiView 什麼叫PGMMatiView PGM就是 你現在真的出去的畫面的那個乾乾淨淨的畫面叫做PGM MatiView就是說 他可以觀看說你目前事錄的 情況是怎麼樣的叫做MatiView 那當然啦 有一些比較專業的這個導播的工作的時候他必須要 同時要有MatiView跟PGM出來 那對我對一些比較業餘來說的話其實 你找個PGM就夠了 好那如果說你今天 你是一個專業的這個 攝影師要做直播 那你又需要有PGM跟MatiView同時的怎麼辦呢 很簡單 我們公司有一款叫做 RTMP轉HDi的轉換器 這邊就是Anton的RTMP輸出 那我可以將他的RTMP 轉換成這個PGM的 HDI輸出 這時候你的PGM跟MatiView就是可以同時一起的監看 RTMP轉HDi的轉換器 我們可以將 Anton mini pro的 以太網路 RJ45的網路 直接對聯 然後呢讓這一個的 RJ45這個 訊號轉換成這個 PGM的畫面 我採用的是 Anton mini的HDI輸出 然後我選擇這個 這個MatiView的畫面 然後呢這個轉換盒他只能產生PGM畫面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看到你的Anton mini pro就可以 MatiView跟PGM同一時間 你看一下 流暢度還不錯了 第四件事也就是說 Anton mini pro他的 USB-C的輸出啊 比較龜毛一點 可能在你的這個 Mac的筆電 你要吃他的USB-C是無法吃到的 那麼這時候你一定說那那如果不能吃那我就用 HDMI輸出就好了HDMI 他可以 輸出之後再接一個擷取卡 我跟你講 Anton mini pro這個 HDI輸出你接一般的那種擷取卡是可能也會有問題的啦 就是你可能會想說買一個那個什麼中國的一個 台幣100塊或者是人民幣25塊的那個 那種擷取卡 那個可以用嗎我有測試過那是不能用的 你可以試試看真的是不能用 那有一些擷取卡 是他插上去他只能看到MatiView他沒辦法跳PGM 那有一些是全部都正常 像我公司的擷取卡都保證都正常 是Febon169或者是Febon180 這個都正常使用沒有問題的 好那我們公司有一款叫Febon179那一款 Plus的擷取卡 那一款他對於這個Anton mini pro他也是有一點小問題 所以如果你要用擷取卡連接這個 Anton mini pro的HDMI輸出的話 那個擷取卡的選擇要特別的注意特別的去了解他 相容度的問題 我們該講的都是Anton mini pro這個 本身機子上面 硬體上面的一些小問題啦 你在做磁波的時候你可以用這一台機器 用他內建的去背功能去做 所謂的去背 但是我還是不太建議你用 他去做去背 因為他的去背要透過你 事先要先在裡面做設定 那與其你在那邊設定 我還不我還不建議你就直接就用電腦的OBS做去背 因為 我就覺得是這樣子來直播的工具啊 是要越簡單越好 你為了硬要他從他裡面去背 然後你要去多學習他 人的腦袋是有 腦袋的空間是有限的 你學了他之後他並不能夠延伸到另外一台設備去 但是如果你用OBS的去背 OBS是一個 廣泛的工具你學完之後 你之後你不管你用Anton mini pro或者是用 擷取卡直播 都可以延伸下去 這時候你學習的時候才能夠延伸下去 你如果是他透過他去做去背的話 你的知識只停留在他 這是變成 怎麼說呢 你 你學習的只是為了這個東西而已 而且他的去背的效果 不見得會比OBS來的好 那你OBS學會之後你不管日後你用擷取卡做 或者用他排的這個導播機來做 那個知識 道理都是一樣一點通 沒有問題的 另外一件就是說 這個Anton mini pro他主要的功能 他是做 視訊的切換 那他的子母畫面也是有的 他的子母畫面比較陽春 他只有四個角落要嘛就是 左上角右上角 右下角 就是四個角落 然後那個四個角落的大小你可以透過 那個windows的設定去調整他的大小 但是你不管怎麼調整 他的限制條件就是 第一個 紙畫面一定是channel1 小的畫面一定是來自於channel1就對了 那 大的畫面可以任意條沒問題 好這第一個限制條件 第二個限制條件就是說 他的位置就永遠四個角落 不管你怎麼調他的紙畫面的大小 他都是四個角落 那 我還是覺得啊如果是這樣子的話你還不如在OBS上面再多插一支截曲卡 然後那個紙畫面就用另外一支截曲卡去做紙畫面 這樣會更有彈性 因為OBS上面做 子母畫面是非常有彈性的 位置大小你要坐在中間也可以你要坐在旁邊也可以 好啊你用這個機器來做的話他的子母畫面就是比較 單調就是永遠就是四個角落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對於這個Anton mini PRO的簡單的一個心得分享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